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运它在潦草 一生我余待逍遥 这面前永远都共你一刻 陪你弄山水和骚 明运重重给它一脚 任天塌地熬夜相照 受命运不悔 谁敢动你再一回 江湖问远回 了解这氛围 今朝无所谓 谁好情万言相悲 我轻易地违对你感叹一对 我轻易地违对你这个小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求玉玲 你 前爷的计划果然是天衣无缝 奴家真是佩服 这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现在就告诉你 反正你马上也要死了 对你呢 我也没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实话告诉你 等会儿啊 你死了 我就把你这张脸搁下来 做成面皮 戴在我自己的脸上 从今往后啊 这慕王府的少主 可就是我了 想着我这后半辈子 就要戴着你这面具过 我还真尝娘的有点不适应 你们杀了我 也逃不出这地牢 你是说 外面那些忘川死士吗 他们呀 已经被我下药了 现在已经睡着了 谁派你们来的 是谁 等你到了黄泉路 自己慢慢想 你吃了那毒蛋 秦也 你没事吧 谁派你们来的 谁派你们来的 说出来 我饶你们不死 说出来 我更得死 秦也 咱们一起上 好 帝外 你 乔玉良 叫我 秦也 我也是迫不得已 千万别来找我 乔玉良 叫我 求我们不是 少主 乔玉良呢 往那边去了 废物 走 爷爷 爷爷 怎么样 你小子果然是个奇才 我没看错 这短短几日 你就将这离剑断章 练到了如此地步 将来 必定大有可为呀 爷爷 我好像领悟到了 其中的奥秘 这道剑法 不仅能杀敌于无形 而且还能将人剑分离 你要想达到出神入化 还得多下苦功啊 爷爷 您放心 弟子必定能将这离剑断章 威力发挥至最大 能力越强 这肩上的担子就越重 任重道远哪 爷爷 多谢你传授我神功 落实就感激不尽 必定会用心 行了行了 别再哆嗦了 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爷爷 我们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天机不可泄露啊 等到了 你就知道了 这一次 我赢定了 快过来 去打个尝尔 快破 bringinguin 这位神医是好朋友 知道不少治病疗伤的法子 他这一次一定可以治好骆士丘 等骆士丘回来的时候 一定是活蹦乱跳的 等我回到营地之后啊 我先给他们来一招分影速行 再来一招峰回剑转 不会让他们光不相看 臭小子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爷爷 回去的路好像不是这一条啊 我知道 不过去摩唐就这一条路 就我们两个人去啊 哪里 我不去 就你自己 我 怎么 害怕了 我怎么可能害怕 我可是堂堂洛家的大少爷 我怕过谁啊 还有啊 那个破道 我根本就不把它放在眼里 只是我怕我去了 回头满风的风头啊 就被我抢光了 臭小子 还说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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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爷爷 你不要生气 你不要生气了 我说你啊 就被人家打败了一次 就再也不敢跟人家去战了 你说我好不容易教你这些 离间断章 你却不跟人家去较量 我 我 你这学功夫有个屁用啊 我的姚儿啊 你算是看错人了 啊 你为了他 中毒 受伤 献些丧命 可是他呢 他连这个 替你报仇的胆量都没有啊 哎哟 你看错了人了 爷爷 睡姚的仇就交给我来报 那个刀膜 我今天就把它搞定 这可是你说的啊 大丈夫一言九鼎 不是 爷爷 少主 为何乌颖宣内 没有此时巡逻啊 可是出了什么大事 总牧师楚云熙和仇玉灵 叛逃了 怎么会这样 属下独孤墨 愿意前往捉拿叛徒 楚云熙 仇玉灵 独孤兄 如今两人叛逃 你便是我守牧派的主力 绝对不能再有任何闪失 少主也不必太过忧心 那两个叛徒 他日若有令 属下必当在所不惜 大人 谷子墨的内应来了 几个人 只有一个女的 把她带进来 是 所大人 所大人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秦四海呢 秦四海 被杀了 奴家与秦四海 按照大人的吩咐 用逆毒丹引诱慕容叶 本来都已经得手了 没想到慕容叶把逆毒丹给吞下了 过了奴家的迷烟 这么说 你们不但没有杀了慕容叶 还丢了逆毒丹 那都是因为慕容叶太阴险狡诈了 要不是秦爷批子护送奴家出来 奴家都没有办法把这个消息告诉大人您呢 慕容叶 慕容叶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所大人 奴家怎么办呀 现在慕容叶已经知道奴家的身份了 守牧派 奴家怕是回不去了 你对古祖牧攻守两派的地形熟悉吗 嗯 那你暂时先留在神部 谢所大人 爷爷 我到底行不行啊 不用担心 爷爷 爷爷 你 是来送剑的吗 刀魔 你带给水瑶的伤害 我要你加倍奉还 你 既然你死心不改 那我就帮你改 风魂剑船 逃 飞翼速行 阵 背诵剑离 刺 挥手断章 归 这小子果然是个棋子 你的经脉也被我全处阵断 武功已废 不要再做敌衡了 你自诅为一件兵器 如今他也被摧毁了 我希望你可以转回正道 重新做人 嗯 嘿嘿嘿嘿嘿嘿 世人皆难逃一死 岁月飘荡 一切终究不过是 过眼云烟 我历经所学 穷极一生 只想 化 化为神高 在兵器铺中 留下性命 流传 白事 这 我 过之有 世上神兵各有其道 使者也好 助者也罢 无不遵循兵人之法 和你沉浸于邪门歪道 铸造魔刀 毁人兵器 甚至还暗中脆毒 如此邪兵 若能兵衣史留名 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一切都是你的虚荣心作祟 你所谓的神兵 只不过是你施展 卑鄙杀戮的借口罢了 活啥 爷 哎 行啊你啊 哎呀 可以啊 啊 怎么了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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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怕我这老爷子累坏了 莫王领少主带领总牧室之位 继续全力守牧 以防公牧派在有可衬之际 莫王还叮嘱 少主不必太在意过往之事 如今还未到最后时刻 尽力弥补即可 父王真的不曾追究 楚云熙叛逃 和藏宝师被盗之事 莫王此次派我前来 正是为了追捕楚云熙 而藏宝师被窃一事 莫王已着任调查 请少主放心 素文行堂首使铁腕手段 父王派你来追捕楚云熙 一定会事半功倍 少主 什么事 机闭少主 魔堂已经被攻破了 这些人或是伤或是中毒 怎么会如此迅速攻破魔堂 军守卫来报 攻打魔堂的只有洛石丘一人 洛石丘 就凭那一人便击败刀魔 刀魔何在 刀魔武功尽尽 已成了废人一个 宿传千计道长前来见我 天下 你我虽结为夫妻 但不过是一双愿望 这么多年了 我还要建议 拥有什么样的事 疑惑 你呀 你和跌扬 你 你 疑伤 我 魔堂 你 你最终伤人伤弃 做的这个下场 只可惜了前落这么好的孩子 你不必担心 我们上一辈犯下的错 我会用余生来弥补的 来吃饭吧 前落 我知道你还没有胃口 那这些清淡的饭菜 多少吃一些吧 平日里 阿风哥的娘亲 也会做这些饭菜吗 在相处夫人吗 我见他那日所言诚恳 未必是假话 他决定离开守木派 至少你们已经不算是对立了 再多的恨意 也只是苦了你自己 我心里没有恨 我心里没有恨 从我爹和我娘死的那一刻起 我就决定不再去恨任何一个人 只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你若不愿意接受 也不需要勉强自己 所幸他还活着 来日方长 总会有机会 历清这些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我都支持你 行堂首使是来找我的吧 事者为大 在下理解 但楚夫人应该知道 身为木派之人 终身不得叛离 还望楚夫人 肃与我返回穆王府 当命向穆王解释 我已为守木派 效命二十多年 如今 我只想弥补自己的过错 首使不必多言 出手便是 十五年前 在下受心魔迷惑 屠戮成性 被武林众人四处追杀 是楚夫人 以性命担保 让在下成为赎罪子侍 不许 楚夫人对在下有重生之恩 只是 如今沐王有命在身 我不能违抗 此一拜 被报当年之恩 但在下起身之后 便只是沐王的行使 还请楚夫人 顺畢 沐王 奐王 王 那 姐 你大病出獄 在外面坐久了會著涼的 爺爺 是當木頭 你去 一雪 九陽丹 師兄已經無性命之憂了 凌姑娘不必擔心 還請凌姑娘門外等候 法孫 我可以幫忙的 姑娘在此恐怕多有不便 我和易雪為她療傷即可 那好吧 凌老盟主 你們為何會遇到刀膜呀 這個 姚兒 怎麼樣 傷得重不重啊 法孫說他並無大案 我就知道 這小子 他是個奇才 就這點傷 他扛得住 我跟你說啊 他有今天這個功力 那可都是我提點的結果啊 這小子跑到摩唐 跟那個刀鋒子大打了一架 這一下打的 痛快 受這件小傷 指 你瞧 你瞧瞧瞧瞧瞧 我們得到了什麼 是否能讓清呢 你瞧瞧哪 dude 了 三篇 落寞还有事 请三位自便 好好好 爷爷 你怎么能这样 你怎么能带他擅自去闯关 他是公募派的少掌门 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们人家怎么向公募派交代啊 傻丫头 爷爷是替你考验这小子 他是因为我才受伤的 爷爷本应该还好救他 说什么考验 把人弄成这样 你给我去道歉 你给我去道歉 道什么歉 江湖中人 没那么多凡文乳奸 不到 爷爷 走 你给我去道歉 我 你给我去道歉 易雪妹妹 怎么样了 已经没有性命之忧 太好了 法尊说过了 石秋哥哥需要静养 你们请回吧 不行 哎呀 这点小声静什么样啊 你爷爷 不行 她是个 您说了 快走吧 易雪妹妹 石秋她醒了吗 还没有 水瑶姐姐 你与其在这儿担忧 倒不如回去劝说林老盟主 不要在这个时候随意而为 易雪 我爷爷他并没有恶意 只是没有想到会 石秋哥哥都已经这样了 好意或者恶意又有什么区别呢 你如果没事的话就先回去吧 反正石秋哥哥也没行 你在这儿也没什么用 这有我就够了 这有我就够了 奴家了解的情况也仅仅如此 那慕容业平时很小心 好多事情根本就不同别人讲 有楚芸汐的消息吗 还没有 这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 不过索大人 他的叛离对我们 绝对是好事啊 那可未必 那可未必 大人 慕容府少主带人在营地外求见 请他进来 是 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所大人 慕容少主事务繁忙 怎么有空来我神补门营地 在下侍卫谢所大人 监督攻守之战 多有辛劳 特地送来一份大礼 大礼 这是 果然是一份大礼啊 这些盗墓贼 不遵祖制慕无法计 慕容少主代替神补 不遵祖 我一定会秉明圣上 为沐王府请功 在下奉命看守谷子墓 铲除贼人乃是分内之事 并非为了赏赐 只是还有一事想要提醒所大人 其次还伙同守墓使求玉玲暗中作祟 我虽将其就地正法 却不是让求玉玲逃走 求玉玲擅长魅术 因鬼狡诈 她极有可能到所大人这儿寻求庇护 若此人前来找您 还望所大人一定要把他交给我 慕容少主放心 我神补们一定会帮助守墓派 肃清这等效果 多谢所大人 在下先行告退 慢走 左大人 这慕容叶 不会察觉到什么了吧 这慕容叶 有意思 秦司爱这个宠货 不过这事我也有责任 这么大的事 就不应该让一个盗墓的粗人去做 都是老陈是职 老陈知罪 公主 皇上又赏赐了许多珍宝 奴婢已经清点过了 其中还有些扶桑国进贡来的樱花种子 已经分夫人种下了 这樱花 这樱花 亦是叶哥哥最喜爱的 公主是在担心慕容少主吗 公主 不是派你去叶哥哥身边守护 怎么回来了 慕容少主不愿银花宫插手 谷子墓之事 但 对神捕门的意图似乎并不了解 奴婢无法尽身保护 只得回来请示公主 叶哥哥这性子 如何对付神捕门这些满腹心机的人 摆驾 本宫要亲自去谷子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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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恕你 写了一封信 抚手将火取和定 目前叩首忘却你 残破的记忆 也有爱过的痕迹 找不到你存疑 多少爱多少恨都失控 想扑获的木偶 那关灯或是对或是错 都值得 如果你愿意跨越千年来到我身旁 能否就拿掉天下让我看见你模样 为谁而化的妆 做了谁的信仰 却闪烁着泪光 如果你愿意跨越千年来到我身旁 紧握着双手拥抱 我怎么也不会放 抛开我的心脏 都是你的模样 爱给我的倔强 如果你愿意跨越千年来到我身旁 能否就拿掉面纱让我看见你模样 为谁而化的妆 做了谁的信仰 却闪烁着泪光 我愿意跨越千年来到我身旁 紧握着双手拥抱 我怎么也不会放 抛开我的心脏 都是你的模样 爱给我的倔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